衣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 衣服的面料也越来越多 从原始社会的树皮树叶 动物皮毛 再到封建社会的领络绸缎和棉毛 现如今更是多了各种化纤产品 但是听过那么多衣料 你有听过用蜘蛛丝做成的衣服吗 别说还真有 国外一小哥看到蚕丝制品 突然就脑洞打开 既然蚕丝可以做衣服 那么蜘蛛丝是不是也可以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小哥决定亲自尝试 我们都知道蜘蛛丝非常细 想用蜘蛛丝做成一件衣服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小哥也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 为了这个目标 他前后采集了一百多万只蜘蛛 经过不懈的努力 耗时四年 小哥终于用蜘蛛丝做成一件衣服 因为整个过程十分艰辛 且十分耗时 而且每一道工序都只能靠人工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手工把造 再加上完工后的衣服非常美观 不论是面料还是衣服的款式都十分激进 所以这款衣服的价格 注定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据说那件用蜘蛛丝做成的拼接 价格高达三十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两百六十二万元 价格虽然贵了些 但是不可否认 蜘蛛丝的弹性确实非常好 尤其是抗拉强度 甚至可以与钢河凯夫拉纤维相比 但是从一百多万只蜘蛛身上 取丝这一行为 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现在网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支持这种做法呢 好了本期就先看